1665年 倫敦爆發鼠疫 政府實施了嚴格的隔離措施 警察 醫護 尸檢等各界人員對疫區進行強制封鎖 一切聚集性社會活動被取消 動物被捕殺 防疫人員焚燒刺激性燃燒物進行空氣消毒 英國作家迪弗在日記題小說《倫敦大瘟疫》中詳細記錄了當時的歷史 市長辦公室下令採取的最具爭議的抑制措施是關閉房屋的政策 如果發現或懷疑有疾病 市政有權扣押財產並將其及其居民關閉 關閉期限為一個月 直到病毒消失為止 因此 實際上家庭被軟禁了 通過這種方法 整個家庭被判處緩慢而可怕的死亡 封鎖似乎對阻擋病毒沒有什麼特效 小說中寫道 一個從事屠殺職業的屠夫村 疫情尤為嚴重 幾乎整夜的死人都死在那輛卡車的盡頭 那條小巷 8月到10月期間 倫敦就掩埋了7萬多億亡的屍體 10月份以後 就幾乎以每周上千人的數字攀升 高峰時每周死7000人 1665年 大瘟疫奪走了倫敦10萬人口 瘟疫在一場大火災情後突然消失 有人說 那場大火燒掉了病毒 阻止了瘟疫的延續 或許吧 但人類總不能再將縱火列入疫情防控常備手段吧 無論如何 瘟疫和大火都不是倫敦人故意而為之 如果不是出自於天意 還有什麼好解釋的呢 為什麼封鎖沒起作用 到底是什麼導致了瘟疫 倫敦大瘟疫時 醫生尼古拉斯德是這樣思考的 為什麼只在這裡發生 而不在那裡發生 為什麼同在一個城市 這所房子或這一區域有疫情 而其他的區域則沒有 為什麼即便在同一所房子裡 是這個人而不是其他的人感染瘟疫 他們同吃同住 同呼吸 睡在同一張床上 是什麼原因造成如此差別 是上帝的智慧在區分 在一段時間中 祂保護這一部分 而不是其餘的那部分 我們不得不相信 在這樣的危險時刻 上帝是管理我們的唯一的神 當時倫敦虔誠基督徒們發現 處於工業革命前夕的倫敦城 人們對物欲和感官追求的慾望 要遠大於對於上帝的虔誠 人們殺生 酗酒 賭博 亂倫 傷風敗俗成為時尚流行文化 清教徒們憂心忠忠 認為上帝的懲罰即將降臨 由封城到封城 極權危害 300多年後的今天 一位武漢作家也寫了一部60天的瘟疫封城日記 記述了2020年瘟疫爆發地武漢在封城期間的疫情實錄 日記寫道 災難是醫院的死亡證明單 以前幾個月用一本 現在幾天就用完一本 災難是火葬場的運濕車 以前一車只運一具屍體 且有棺材 現在是將屍體放進運濕袋 一車羅上幾個 一並拖走 災難是你家 不是一個人死 而是一家人 在幾天或半個月內全部死光 災難是你拖著病體 在寒風冷雨中四處奔走 試圖尋得一張收留你的病床 災難是你在家裡等待醫院的病床通知 而通知來時 你已經斷氣 關於中共疫情數字造假 作家寫道 昨天的數據 新增病人斷牙式下跌 曾引發民眾大討論 我的醫生朋友已經告訴了我 這是算法不同導致 修改算法無非數字上好看點 日記的真實性戳穿了中共所謂抗議神話假象 顛覆了所謂武漢經驗 2021年英國變異病毒疫情在國內多點爆發 中共沿用所謂武漢經驗 將極權統治進疫情封城而發揮到極致 被封鎖的居民不僅斷糧 斷藥 而且情緒失控 幾乎要被逼瘋 產生的人道災難與恐慌不亞於病毒 據海外報導 河北南宮市封鎖中的一名老人發燒 大市長求救熱線中 當場死亡 還有很多居民在家中病倒 根本不讓出去就醫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呼蘭區宮女士說 一夜之間 政府下令全部搬也不要上 整個呼蘭縣內的課體 單位 公檢法 全部都關門了 就是不讓你生產 不讓你經營 然後人全部都回到家裡 關上門 然後不准行人上道 不准機動車上道 整個城市像死城一樣 康樂家園社區封門 封樓 封社區 2月3日中午 封鎖中的社區居民情緒失控 吃刀同死看守社區大門的志願者 所謂的大國戰役 就是不顧老百姓死活 把你困在家中半個多月 活下來的就放出去 死了的 那就和病毒一起被煉人爐燒成灰燼 說到中共的罪惡 中共是反神的 佔天斗地 土改 三反 五反 文革 六四 製造六四學生殺軍人和法輪功學員天門自焚等謊言 迫害佛教 道教 天主教 法輪功等信仰 消滅藏人 維吾爾人 蒙古人等 害人 殺人無數 試想 這樣爛到骨子裡的政黨 上天能讓它一直存在下去嗎? 有因 才有果 也許病毒不是隨機發生的傳染 遠離中共 也許才能遠離病毒 現在已經有三億七千萬的民眾使用化名或真名 退出曾經加入的中共黨團隊組織 抹去當時加入中共時發的毒誓 朋友啊 想要幸福平安 就一定要遠離中共 斷然切割 它是一個沾滿中國人鮮血的魔鬼 成為它的一份子 早晚會和它一起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願您早日退出中共的黨團隊 遠離災難